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45日台 我是首威兒 好的 今天要分享的是 我又去去城市手滑了買了兩支唇膏 傻眼 今天要分享的是 Too cool for school 的唇膏 這系列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在去城市的小架子上面看過 齁 我今天的頭髮真的是很不規矩 在那邊飛來飛去是怎樣 為什麼我只買兩支的原因呢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我把所有顏色都試了之後 覺得 靠 我畫起來都超多 這時候我就出現選擇的障礙 到底要買哪一支啊 但是好像又很像 選了超級久 於是就挑到了這兩支 分別色號是 那時候我嘴唇死皮很多的時候 我在用的時候 我會覺得它有一點點顯唇紋 然後很難推 我就想說怎麼辦 我已經買了 我找這個方法是 你可以找那個微滋潤型的霧面唇彩 或者是 一點點的護唇膏 或者是 潤色型的護唇膏 先薄薄的沾一點點在嘴唇上面 讓它有一點點滋潤度 你再上這支唇膏 你就會覺得這支非常的好用 就是我自己的心得啦 在上唇彩之前 我先給大家看這兩個顏色 這兩支混搭就很好看 我跟你們講 單擦也不錯 反正呢 你們去看的時候 你們會覺得 哇靠我怎麼選啊 選我這兩支就對了 OK 第一個顏色是這個03號 是不是光看這個本體 是覺得蠻美的 see 有沒有下顏色 粉粉霧霧的感覺 這個是05號 給大家看一下 yeah 它剛推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有點 很難推的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是3號 那這個是5號 有沒有看得出來它們差別了 然後也很好卸 用卸妝水就可以卸掉 那它這個是會沾杯的 就是你稍微還是要補一點 但是我覺得它的齒色度 算是很不錯 我剛剛前面有說剛塗的時候 會有點KK的嘛 前面會加一個潤色的唇彩 我用的是 折一個金光香香 現在不是這樣講嗎 一直以後我大概會講 金光神奈的台語怎麼講 好OK 外觀全部都是我的指紋閃眼 OMG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潤色唇彩 它裡面有什麼 乳霧果油 它塗起來就是非常的滑順 很滋潤唇部 話說回來為什麼會買這支呢 就是因為我又看到 Facebook上面的廣告 奇怪 每次看到廣告我都會就是忍不住 想要買它去你知道嗎 但是我還是會觀察上面的評論 然後再去上網稍微查一下 但是好像也查不到什麼結果 我就是想說買來用用看好了 應該不會太差 畢竟是在百貨公司可以買得到的 但是它的價格又不是百貨公司的價格 然後這護唇味道呢 有一點稍重 就是甜甜的味道啦 我個人呢是覺得這個味道 我還好就沒有到特別喜歡 但是不影響我用它的感覺 好我現在是裸唇 然後我先上這一個 講了這麼多這一個 我都還沒講它的牌子是什麼 真是喔 它的牌子是 Andro Ariel 天使艾瑞爾 我先給你們看一下我上嘴唇跟下嘴唇的色 然後上完之後我會稍微用走這樣 然後下嘴唇 然後 一點點就好 然後才會 真的讓你的嘴唇做一個打底滋潤的動作 它擦完就會像這樣有沒有 是不是其實你平常沒有什麼化妝 這一支其實就夠了 上完之後你會覺得你的嘴唇非常的滋潤 再使用這兩支 你就會覺得這兩支也太好用 然後也太好看了吧 就是完全跟單用的時候 差蠻多的啦 我自己覺得 好我先來試這個 03號 有沒有看到我的嘴唇 它超好上色 但是如果你沒有前面這個滋潤的動作 我跟你講 上起來就是很砍 來看一下 有沒有很好看 是否 如果你覺得這樣子太多油亮的話 你可以拿個面紙 把表面這個亮亮的感覺壓掉就可以了 壓壓壓壓壓壓 它就會比較霧面的質感 這個是3號 然後我很喜歡的是拿5號來疊加中間 因為這樣子的層次感才會更強力 好嘴唇 這樣子擦完中間之後我就會把它拎開 就會這樣子有沒有 比較有那種層次感 就是由深到淺的感覺 這就是為什麼我買這兩支的原因 就是我想要讓它搭配用 有沒有 是不是被我燒到了很好看吧 但是不要說我沒提醒你 我再說一次 單用真的破乾 好你們一定覺得說單用到底有多難塗對不對 我都給你看 來 這支是5號我就直接上 就沒有這麼好塗跟我想要的那種層次感 對 因為它這樣可燙配的 它很燙 很卡 我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就是美不太開的感覺 就是我個人是很不喜歡直接這樣塗 我想應該很多人買回去 然後用了這支之後也跟我一樣的感想吧 要不然就是我的嘴唇太乾 我就是完全沒有辦法接受它單擦上去的感覺 所以為什麼我前面一定要加潤唇膏的原因 就是會像這樣子 從頭來一次我要先穿潤唇膏 潤完之後呢 我再來上這一支 你們看到那個是它耶 就很好上色啊 然後也很好暈染 然後那個暈染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啊 根本就是不同唇膏的感覺啊 它真的就是很適合拿來搭配潤唇膏來使用 而且你們擦潤唇膏然後中間在疊這個 其實就非常美 不一定要把它塗得非常的滿 Like this Yeah 5號呢 長這個樣子 你看到那邊遠看是不是也蠻顯氣色的 真的很好看耶 這個質地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單用就是難用 但是搭配其他用就超好用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唇膏 是不是很好看 就說吧 反正我最近就是很愛用這一個 我覺得超好用 算是一個欺死回生的唇膏 要不然我第一次用它的時候 我真的是打算把它放在旁邊了 好啦 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我去屈臣市購買的兩支唇膏 跟你們分享 如果你們還記得到影片底下 等一下要跟我屈我的粉絲突然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屬率就是影片 記得開啟鈴鐺 關注這支消息 記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嘟嘟嘟 哇 什麼打雷啦 天啊